大家在玩玉的过程中呢 经常会碰到像管藏的这一件玉器 如此干净的一件玉器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那个古玉为什么没有沁涩呢 显得比较干净呢 我在我的古玉建议书里边曾经讲过 形成沁涩呢 它具备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这个墓室里边要有沁源 也就是形成沁涩的源头 比如说土壤里边的铁离子 还有棺木一物烂了 碳化了融到水里边 这些都是形成沁涩的沁源 第二个条件呢 玉制一定要疏松 你比如说裂 像这件玉器上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裂 包括钙化 包括土石土壤 这都是形成沁涩的一个沁门 第三个呢 一定要有水作为媒介 如果是没有水作为媒介 玉器根本形不成沁涩 第四个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呢 玉器形成沁涩 需要大约100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 你像这一件没有沁涩 只有裂的这件玉器呢 是由于它当时这个坑口环境 缺少水作为媒介 这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说 它就会产生 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现象 这个在实际玩玉的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大家对这个沁涩的形成 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这个现象呢 就很容易理解了 请不吝点赞